入冬最强寒流来报道 气象局日估 宜兰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园区内 海拔1000公尺以上的地区 有机会下雪 吸引了不少民众上山追雪 有小朋友就说了 希望能够堆出大雪人 只是太平山虽然下午的气温 达到了零下三度 因为水气不足还是没有下雪 另外领馆处为了日防路面结冰 影响行车安全 目前已经限制游客进入游乐区 在一转一线 或者四公里的地方发现雾松 树梢凝结雾松 如白色的冰柱结在树叶上头 一片雪白 这里是宜兰太平山 碰上最强寒流来袭 极有可能降雪 民众背其全套保暖衣物 上山追雪 我们从那个林口这边过来 小朋友们很期待这一次的下雪人 没有 没有没有期待 我想要堆一个大雪人 小朋友想堆出个大雪人 这梦想恐怕还得碰碰运气 30号下午太平山温度降到零下三度 温度是到达降雪标准 只是距离下雪还是差了临门一角 温度是没有问题的 那水汽不够 水汽还不够 水汽要够才有办法下去 虽然当地飘着雨 水汽依旧不足 不过山区路面已经开始结霜 就怕影响行车安全 领馆处从下午2点开始 进行预警性管制 只要没有预定山屋 就限制进入太平山游乐区 民众到场被警方柔性劝离 而进行交管的 还有台七线下巴林到明池路段 车辆如果没有加装雪链禁止通行 30号晚间还会预警性封路 台七甲线南山到盛光路段 同样会有交通管制 寒流逐渐发威 民众要上山追雪 除了在车辆加装雪链 也得留意交管资讯 才不会大老远跑上山 还铺了个空 这里科研一栏报导 这边科研一栏报导